这边是这边 罐装量 罐装量的设置 这里是电机罐装行长 是350 也就是说 我设定的是320 我电机要预留一个空间给他 预留一个上层空间给他 你要说我设置设置300 我就预留预留一个30 也就是我这里就设可以设置330和320 也就是要预留一个行长给他 然后罐装量 这里罐装量设置 这里罐装量设置 罐装量设置 我设200 一按设置 这边全部设置 320 一按全部设置 好 罐装量设置 这边全部设置 然后我加了30 都加上 如果要减10 我再设置 全部减了 然后0 然后我这里 比方说我300 我这设置 我这里电机的罐装行长相应的减下来 给他预留个20也可以 好 如果需要 罐装量需要调节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调节 微调 比方说我某个少了 我加一点 或者某个多了 我减一点 就这样 这罐装量只是一个相应的参考值 实际需要你自己调整设置 然后这里有个三位罐装 三位罐装 就是他罐装的时候分段 我从底下 底下罐一定的时间 然后升到中间 再罐一定的时间 然后再升到上面 再罐一定的时间 这里有设置的时间 三位罐装 现在设置的就是 在最底下罐装6秒 然后低位升中位的时间 也就是他上升到中位的需要的时间 他慢慢上来 需要的时间 2秒 然后我再在中位设置的时间 是1秒 再罐1秒 然后再升到高位 升到高位需要的时间 1秒 如果他在某一个位置 罐装完成了 他会直接升到最顶上 你就跳过三位 直接升到最顶上 所以这个三位 如果需要开启三位罐装的时候 需要相应的设置时间 如果不用三位罐装的话 他就是直接在低位 直接在低位罐装 罐装 现在我是6秒 我直接罐完 罐了6秒 然后罐装头开始上升 直接到最顶上 然后这里复位出瓶 复位出瓶 我们是罐装两瓶 然后我们就需要出了两瓶 出了两瓶 然后再出瓶气罚 就复位 然后这边净瓶打开设置 就是出瓶的时候 出了一瓶 我就进瓶 我就开始进瓶 如果我设置两 设置二 我就是出完两瓶 我再开始进瓶 然后它有个进瓶的延时 延时多少 出瓶也有个延时 延时多少 然后其他的延时 都是相应动作的延时 延时多久 好 补料 补料启动次数 也就是 它灌了几次 灌了几次 开始自动补料 再次进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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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进瓶